地床金线除了提供新车资讯之外 现在还有2023年购车风向球大调查 除了分析消费者的购车偏好 还提供了车市第一手销售趋势报道 现在就赶快拿起手机扫描下方QR Code 还有机会抽到咖啡哟 好 接下来的搜期或是分享时间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大家推坑入坑的时间 总是有很多新鲜的 会让你心动的物品 又跟车友关联 艾迪哥 我们首先看到这个机械腕表 其实豪雅跟保时捷合作算是很有历史 但这一次推出的又有什么 要让你觉得耳目一新的 好 先讲品牌 Porsche我们都知道Porsche自己有Porsche Design的表 但是为什么要跟豪雅合作一支表 是因为这个Carrera系列 是双方认同的一个专有名词 然后大家共同开发 再来是豪雅表身为 泰克豪雅身为保时捷的赞助商 很多年的赞助商 那所以这一次合作开发 其实泰克豪雅针对911的诞生60年 跟Carrera手表诞生60年 同样的60年来做一个标的 很有意义 就是这一次的纪念表 对 就是白色表面的这一支 对对对 那据说它有全球首创的一个技术 对 它是用一个变 我们讲秒针计秒 就是1到60秒 对不对 它有一个变数机构 在前端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来看这个表面 来喔 那旁边黑色表面 这个等于是一般表 我们可以同时对照一下 对照一下 对对对 那好 这个白面的是这一支的经验表 它的你看它的从12到这个 大概是10的位置 它有一个红边 表面上有一个红边 对 这个红边就是 跑完这个红边呢 就是9.1秒 当年901的车子 0到100是9.1秒 用这个方式完成 然后呢 到这个10到15的位置呢 它会用1分之1秒的方式跑 那15以后就正常 1秒1秒跳一个 所以我们来示范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大家要注意一下它的秒针 也就是它一开始的速度会比较快 对 好 来 我很好奇 是耶 一开始差别蛮大的 冲很快耶 是 然后9.1秒到 来 9.1秒了 慢下来 对 然后慢下来 然后它开始变速 确实它慢了 它现在比较慢了 反正就是让你 最后都还是60秒回到原点 对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 它跟旁边的表 我们来看一下 拉开来看 可能刚刚前半段 它们会在不同的 不同的位置 速度 对 然后后面又慢慢趋近于一致 对 对不对 就前面我冲得快 后面我要让速一点这样 对 因为最后回归60 都是完成了60秒 所以这样的变速计时机心应该也很复杂 它是单独独创的 它有一个变速尺 所以它这个组合是很特别而且独到的 那我在这个研究这个商品的概念是说 很难得就是一个表商为了车商的一个数字叫9.1秒 做了一个秒针计时 然后这个范围是9.1秒的做法 这个是少见 一般我们都合作就是材料 颜色或者是一些造型方面的 但这个把动力的部分做进去致敬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60年来的这一个合作 真的是令人刮目相看 很有意思 那接下来看到了这两支 虽然在价格上它确实平易进来很多 但如果你就是这个Fan 哇你很想收对不对 智希 对因为其实卡西欧的 EDIFICE的系列本身就是比较追求速度 所以它跟很多 赛车魂 对会有很多的结合 然后这次两支 一支之前有看过是Volgan的联名表 然后这一次新带来的这一支 红色这一支是Nissan Nismo的 它的联名表 怎么样表本身跟Nismo之间的结合 我先讲这一支 其实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 没有表带是红黑配 原因就是这个红黑的缘由 就是来自于说 其实它这一支表 主要不是致敬这个改装厂 是致敬他们的这一次400Z的赛车 GT4 Super GT的赛车 然后它的车号是23号 那它的车身的涂装 就是前红后黑 所以就配到这个表上 另外呢刚刚讲的23号 它其实在23分的位置 给镜头看一下 它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的 红色的露出来 然后可以看到很多 黄色的这些元素 其实包含它上面比较靠近 上方的这些指示灯 其实有点像赛车转速表的指示灯 就用很多赛车元素在里面 然后包含像它的上面 上半部这个红色的这一块 一堆斜线也好 其实是很多的Z 对所以它 我觉得这支很有趣的 就是它不只是致敬一个品牌 而且跟一个品牌的车型 一台赛车来做联名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对 然后它的价格其实略比 另外我们看到这支BOKEN 贵一点点 这支牌价是14000 但其实你看跟刚刚这些相比 就是很亲民的一些选择 那这支我知道综艺姐眼睛都亮了 对啊 我刚刚讲 MOKEN MOKEN 然后最主要的重点就是 把很多无线的元素放进去 例如它的上下表带 都是跟车内的脊皮是一样的 对 然后它这整个外圈 它的数字 大家可以觉得有点不太一样 斜斜的感觉 其实跟MOKEN的那个金属 手牌的牌挡头上面 12356的字体 是一样的字形 对 发在上面 然后表面上也很有意思 对 表面除了MOKEN的白色红色金色 三个很经典的元素之外 它下半部是有一点点薄油的那种感觉 就露面啊 对 就把很多这种有趣的地方 而且这个表带也是用 Akentara的材质 我周姨姐我知道 你对这个 是不是很适合女生带也可以 是不是 就是我自己也喜欢大表面 所以我就会觉得 嗯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挺不错 对啊 你偶尔带一下 你可能就 当然啊 它可能不是像这种 表面那么适合那种很正装 但是如果你休闲的时候 你自己有兴趣想收集的话 其实当然坦白说 它的门槛不会到太高 对 就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这种就是一万多块钱的价位 对 对不对 但是爱车的人就觉得 哇 甚至来勾起你一些回忆 然后我意思 今天你也带来了个人的收藏 是没错 就是爱车 所以你会收集很多车相关的乐高 是不是 对 而且尤其我特别爱收 就是跟电影相关的 对 那比如说像是大家都很经典的 回到未来里面的车子 对 迪哥 是 你的同好来了 是 是 然后就比如说像是 玩命关头里面 对 玩命关头里面 那个唐老大的车子 对 其实像乐高都有出这样的一些车款 对 那甚至的话像是 但我很好奇是 您的都是原始盒子 甚至于都没拆封 对 因为舍不得拆 是不是懒得拆 你是没有时间组还是 其实我觉得是舍不得 因为又觉得说他组起来 又不知道摆哪边 然后再加上现在又有 家里又有小朋友之后 我真的会担心 等一下他真的哪天拿出来 把我摔到地上的话 我哇 心会非常的痛 爸爸的担忧 欧瑜师 这种东西都是买两台的 一台拿来收 好吗 标准是如此 你一个坑已经很大 你会一直把它挖更大 更大 再看另外两个 好大组 像这些又更大组 这就是像是在蝙蝠侠电影里面出现的 特殊的蝙蝠车 对 所以我特别都爱收电影里面有出现 诺兰系列的 对诺兰系列 对 那其实我家里还有更早 1985蝙蝠侠的那台蝙蝠车 但是我今天就没有带过来 这样子 对 就真的特别爱收 那像这个的话 就是那个早期的抓鬼特工队 电影里面的内部车 Ghost Buster 是 对 Ghost Buster里面的这一台 装的捉鬼车 对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种电影系列 尤其是挑车子 出来我几乎百分之百必收 真的 但是说真的 这样一大组一大组 你家里面还有多少 我家里面的话 其实真的是鸡满三 三七 所以 反正是跟电影系列相关的 车 你都很想收 对 对不对 那继续看到摩托车 会不会比较小组一点 其实 这一台呢是 乐高跟 它一样是Technik系列 然后Technik系列 这算联名吗 都是算联名合作的产品 然后呢 这一台是MT10 YAMAHA的 是 我觉得这台很特别是 除了它是现在算最新的产品之外 因为我们看这种大的车 其实 我觉得不是那么适合居家展示 那摩托车呢 因为它是立面的 所以它比较窄 然后对 所以放起来 感觉你储物柜里面是可以的 对 然后再加上 因为它零件相对少 它零件总共1478片 我觉得它的整体售价 入手的门开也比较低 但是它会不会很难组啊 因为感觉它的那个零件又更小 我必须讲就是摩托车很多那种棒子 它是要有点卡扣式的 对对对对 伸进去 但是租号之后 你可以看到 比如像画面上 它的完整度非常非常好 然后你可以透过手机APP 用有点那种3D 或是那种视觉上面的去 收看你的一个收藏品 今天看到它的完成品很漂亮 对 细节非常的高 细节很好 不管是我们拿起来看一下 其实它前方的 可以吗 它下面只是一个架子 就是一个架子 对 你可以看到它放到平面上面之后 它的整体的悬吊的作动 前后为什么是黄色 因为是Olex的悬吊 它的减震的这个回馈 对然后转向 甚至连数位仪表 然后刹车油门 另外呢 有档位 它有档位 它在这边是变速箱的机构 你可以用手去拨 然后往上三档 往下三档 总是三档 就跟我们前面看到什么 Datona那些的 有引擎有变速箱 基本上都一样的 然后链条皮带 甚至 对它有一个 附一个架子给你 然后我们如果转到另外一边 刹车碟盘 然后它整体的 机械结构的组合 全部都在里面 另外一边可以比较清楚 看它中间悬吊这些设计 都非常的精美 对 然后这个 这一台很想收回家 这个价格七千块 没有到其他车种 可能要到一万以上 所以我觉得会是 很适合入手的 那七千多块 观众朋友 今天看地球黄金线 您又有福气了 因为我们要送一组给大家 太好了 不是组好的 请自己组哦 好不好 但这一组 这一台MT10 我们要送给观众朋友 怎么样得到呢 请上我们的地球黄金线的官网 我们的粉砖 去了解一下参加办法 不知道谁会是这个幸运得主 对不对 好羡慕 很羡慕 很想要得到 好 那这一台就比较大台了 来 焦点车款 我们再来看这一台 好 这一台呢 就比较特别 它是 一创吗 奥迪的RSE一创 那跟我们市售看到的一创 又有点不一样 原因是因为 大家觉得这个样子很奇怪 因为它就是一台拉力赛车 它不是量产的市售车型 那它的整体的设定 是为了跑打卡拉力赛 而且呢 我觉得整体的设定 跟其他的technic系列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里面是具备有电源的 有动力 它是可以操控的 我先把 我先偷偷把里面有一个电源 我先把它打开 然后开启之后呢 我就可以用手机来连接 所以它是遥控车 对 它现在你看 现在就正在连接了 它在读取 然后你用蓝牙 等一下可以遥控它 就它就是一台遥控车 没错 除了你组合的乐器以外 对 现在连好了 然后我还是要先讲一下 它的动力 包含转向 其实你单单去压一下 你就觉得它悬吊设定 非常的好 你真度很高 就是越野车 它那个回馈完全是不同的 然后你看到 我们现在先转向 就可以转向 然后直接用手机 然后我们前进一下 小心 我们在桌子上 我好怕它冲出去 我们在桌子上 小小的示范一下就好 对 终于姐要不要玩一下 它速度该有很快吗 它速度 它急速大概就 一边是左右的转向 一边是前后的油门 它的 我觉得身体 好好玩哦 整体科技含量很高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有在贩售的 这有在贩售 对 然后可以算是同一个系列 那当然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平常摆在家里 摆在架子上 它是一个很帅的奥迪的拉力赛车 歐医师 小孩会不会想玩 其实我家里有一台类似的 但它也是蝙蝠车 它也是电动的 所以也是可以遥控的 所以小朋友会 对 他们会玩 会很喜欢 对不对 这种真的也是亲子同欢 又是可以一起玩车的 对 很好的媒介 对不对 还可以训练那个协调 你的操作跟车子的方向 是一个协调性 是 好 那等一下 我们再来看红桌子上面 这又是什么 特别值得收藏下来的方向盘 有这么多支 稍后来看故事了 马上回来 2023购车风向球大调查 台湾有三成多的车主 买车用现金一次付清 明知道平均准备多少钱的买车吗 地球黄金线首次攜手 TVBS民调中心 推出2023购车风向球报导 有完整消费习惯分析 以及购车攻略 看完整民调 还能够抽咖啡哦